你听说过我的世界寻生守卫的故事吗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物 甚至实力在凋零之上 身穿合金套装的玩家在它面前如同虚射 如此强大的生物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寻生守卫的故事 它是一个能够吸收人们灵魂的生物 在发现目标时还会有心跳声 即便是最勇敢的玩家也会感到畏惧 但在这之前 其实寻生守卫的前身是一名人类 它的名字叫苏珊 它是最强的古代战士之一 但是它的野心十分的大 想要成为世上最强的存在 于是它便背叛组织去寻找Him的帮助 但不料Him直接将它赶走还嘲讽它 因为它是敌对组织的一员 组织在得知这件事之后 无法原谅苏珊竟然向他们的工会敌人同流合污 直接将它驱逐了出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苏珊发现 不仅仅是在人类社会中 其他社会也排挤苏珊的存在 无奈的苏珊还与掠夺者围舞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惨遭被刺 随后它又打算加入Him的团队 尽管苏珊已经脱离了组织 但是Him还是认为现在的苏珊太弱小了 便拒绝了它 之后苏珊开始一个人流浪 它感到十分的孤独 它很希望有人能够接受它 接着它来到了下界 在那里它似乎找到了能够接受它的存在 至少在它的黄金还没消耗完之前是这样的 之后就被诸人攻击 无奈之下只好带着灵魂沙和地狱游回到了主世界 此时的苏珊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它渴望得到一种归属感 苏珊开始在世界上寻找能够接受它的地方 它越过沙漠 森林 山脉 洞穴 换来的都是拒绝 它开始感到愤怒 就在此时它发现了一个矿洞的边缘有片水屋 穿过这里它来到了一个漆黑的空间之中 在这个地方苏珊感受到了同样的寒冷和孤独 它环顾四周 苏珊最终接受了自私的命运 它开始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建造基地 把它从下界带来的灵魂沙和地狱游种植在这 一声声的灵魂呐喊从灵魂沙之中传出 但是它并没有多想 它开始熟悉周围的环境 在洞穴里发现了大量的忧逆块从忧逆催发体衍生出 同时还察觉到了附近有大量的怪物 它开始不断地训练自己 当它在忧逆催发体周围击杀怪物时 它注意到忧逆催发体会感染附近的区块 并发出粒子一样的小歌声 苏珊开始感到不安 这里的方块似乎都有意识 但是比起这个 孤独才是更加难以忍受的 于是它决定帮助忧逆催发体继续成长 它把这些有意识的方块当作朋友 丝毫没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有多么危险 苏珊渐渐地适应了在这里居住的环境 它把火把换成了更适合这里的照明灯 在做好了动物农场之后 它便去看地狱游是否成熟 就在此时它发现灵魂沙上的地狱游全部消失不见了 当它跳上去调查的时候 身体突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它环顾四周以为是有怪物在袭击它 但是很快就发现并没有 它便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如果它进一步的调查灵魂沙 它就会发现灵魂沙与附近的环境陷入了一场斗争之中 在这场斗争中的受害者就是地狱游 灵魂沙中的灵魂开始有了强烈的反应 当苏珊站上去的那一刻 就仿佛夹在了两个骷髅的战斗之中 被同时交 苏珊开始对忧逆快感到越来越好奇 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之后在它周围建造了一些基地 让那些不慎掉入这里的人能有居住的地方 尽管没有人会愿意居住在这个地下深处 随后苏珊将这里建造成了一座十分巨大的城市 在它基地上方的城市中心 它还建造出了一个和它梦中十分相似形状的雕像 两边还有触角一样的形状 这时的苏珊已经习惯了黑暗的环境 城市被苏珊不断地扩大 同时内心的孤独也在不断地放大 所以它四处搜寻了一些十分贵重的物品和碎片 放在了城市附近的一些箱子里 在入口处还放置了一些忧逆感侧体 如果有人靠近的话 忧逆感侧体就会提醒它 而苏珊不知道的是 忧逆感侧体在不停地给苏珊发送一些奇怪的能量 这让苏珊的情绪十分地不稳定 有许多的声音围绕在她的脑海中 就像是能够和附近的环境交流一样 苏珊感觉到忧逆感侧体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她 想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存在 而忧逆感侧体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苏珊的身体 慢慢让苏珊成为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存在 每当苏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因为身体的疼痛而睡不着 她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变成了深蓝色 但是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回事 就在此时她感觉到了有人在接近她的洞穴 苏珊不知为何会感到无比的愤怒 她的怒气使她直接昏了过去 苏珊的身体结构开始发生改变 当她站起来时 第一只寻生守卫就这样诞生了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追捕那些闯入者 而这两名建筑师丝毫没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眼前的建筑使她们感到十分的震撼 她们开始进入洞穴四处收集周围的信息 而忧逆感侧体已经发现了她们的存在 在她们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准备返回的时候 她们回头看见了一个恐怖的生物 苏珊开始攻击闯入者 她们也拿出武器开始反抗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武器根本无法穿透苏珊分号 她们开始不断地逃跑 而此时的苏珊体内感觉到一股力量在积蓄 随着苏珊的一声尖叫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从她的身体里发射出去 一名建筑师当场而亡 另外一名建筑师幸运地从苏珊手里逃出 并把这一件事报告给了组织 并警告所有人不要随意靠近那个地方 但是仍然有一些胆子大的人前往 并且还拿到了一些奖励 而大多数的情况下 则是被苏珊给抓住了 成为了忧逆催发体的养分 苏珊每次吸收灵魂之后 就能更加掌控自己的新感官 她失去了原有的势力 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 并且头上两侧开始长出了两个触角 她能更加清楚地听见到洞穴中一些细微的震动 随后的时间 苏珊不停地击杀闯入这里的人们 吸收了不少死去的灵魂之后 忧逆催发体进化成了忧逆尖笑体 她能够随时把苏珊给召唤过来 而此时的地上 因为有不少的人开始陆续地消失 他们决定召集部队 由史蒂夫带领他们去击杀苏珊 随后几人便进入了洞穴中 史蒂夫让他们安静地待在这里等他调查回来 但是几人丝毫不听史蒂夫的劝告 挖矿的动静引来了苏珊 小队成员全部被抓回了基地内 当史蒂夫回来的时候 发现团队已经不见了 而在苏珊这一边正在放置灵魂沙 她想把小队成员全部改造成寻生守卫 并用自身的能量波动来加速这一过程 小队成员身体开始剧痛 试图逃跑 但是苏珊目前还保留有生前的建造能力 建造牢笼阻止他们逃跑 此时的史蒂夫悄悄地靠近基地 尽管他已经非常的小心了 但吐出的气息仍然被苏珊感知到了 史蒂夫迅速射出一剑 但是他射偏了 射中墙面的声音却吸引了苏珊 这也使史蒂夫发现了可以用声音引诱他 很快史蒂夫就来到了关押成员的地方 在拆的同时便用弓箭射向另一旁 当史蒂夫刚拆完牢笼的时候 胡料小队成员们已经变成了寻生守卫 史蒂夫剑状赶忙逃跑 途中使用羊毛毯来掩盖声音 最后使用一支剑射向了另外一个洞穴 寻生守卫们都被声音吸引走了 此后仍然有不少的冒险者来探索此地 都被苏珊变成了寻生守卫 从那时开始 黑暗一直是他们的领地 冒险者们也开始知晓黑暗的恐怖 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会随意进入危险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寻生守卫也渐渐地失去了建造的能力 从此一直守护在基地内 等待新的冒险者到来 作为各种都市传说里的老演员 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那你们知道他是如何诞生的吗 这件事还要从很久之前说起 史蒂夫·埃利克斯还有Brian三人 被创造在一片虚无中 他们每天无所事事 只能通过一些小游戏来打发时间 这天像往常一样 三人正在玩你说我猜的游戏 可突然Brian发现了一个方块 上面还有一个拉杆 抱着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的想法 三人按下了拉杆 他们竟然直接被传送到了 一个村庄 尽管只是一个普通村庄 但没见过市面的三人 还是被狠狠地震撼到了 这时恰好有个村民路过 于是三人决定上前打个招呼 接着村民又询问起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这把他们问得又是一头雾水 于是村民决定让三人 挑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史蒂夫选择了当一个农民 在村民的教导下 他学会了如何收割小麦 但这里的生产力似乎还很落后 村民们对于如何开垦新土地义无所知 收集完这些小麦后 村民又让史蒂夫去他家里找到工作台 然后用工作台把小麦合成面包 可当史蒂夫来到村民家里后 这才想起自己并不会制作面包 于是他正要回去询问时 一串神秘的配方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不愧是天命之子史蒂夫 果然是有点东西的 看着村民那惊呆了的样子 史蒂夫下定决心要创造出更多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 很快夜晚来临 三人重新聚到了一起 艾利克斯告诉众人 他要当一名优秀的铁匠 而布莱恩则表示他要做一名强大的探险家 三人都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这时草帽村民跑了进来 他告诉众人 一只僵尸袭击了村子 艾利克斯一听就结了 虽然他不知道僵尸是个啥玩意 但作为爱与正义的化身 他是无法坐视其他村民遇到危险 我可以做这个 我可以做这个 帮我们 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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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只有一点 没有理想要害怕 恐怕艾利克斯自己都没有想到 那些在村民口中恐怖至极的僵尸 居然会被自己如此轻松地就解决掉 这时躲在房间里的村民也纷纷走了出来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击杀恐怖的僵尸 于是众人开始纷纷赞扬起艾利克斯的伟大 就这样 关于史蒂夫和艾利克斯的故事开始在各个村庄之间流传 人们纷纷赞扬史蒂夫惊人的发明能力 和艾利克斯强大的格斗技巧 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上天派来拯救村民的英雄 布安三人组在来到主世界后 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职业 史蒂夫成为了一个发明家 他在各个村庄里传授自己创造的工具 以此试图改善村民的生活 艾利克斯则成了一个格斗专家 他四处保卫村庄免受僵尸的袭击 甚至还教会了村民用床睡觉 而相比之下 成为冒险家的布安 似乎就显得极机无名了许 这天他来到了一个村庄里 想要向一个村民问路 可没想到村民竟然把他认成了史蒂夫 就在布安继续寻找沙漠时 他的面前再次出现了那个神秘方款 回想起上次按下拉杆后 他们就来到了这片神奇的世界 那么如果再按一下的话 他又会给布安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和上次不同的是 布安很快意识到 这次拉杆居然可以满足他各种愿望 人性的贪婪一旦被释放 后果可想而知 等到几周后 史蒂夫和艾利克斯意外在一个村庄里相遇 还来不及感叹缘分之妙 两人就被面前的景象惊呆了 村民告诉了史蒂夫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神秘人所谓 他突然出现在了村子里 然后给了村民们大量的面包 起初众人还很感谢他 可没想到他接着就把村民们困在了基岩里 而对于这种无法打破的材料 史蒂夫也毫无办法 他只能答应村民先去找到那个困住他们的家 然后再回来解救他们 于是两人一路顺着基岩村庄找了下去 最终他们遇到了布安 没想到这件事真是布安做的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 他认为用坚不可摧的基岩封住村民 那么就再也不用担心僵尸的侵扰了 同时这样一来村民们也不需要史蒂夫和埃利克斯的保护 他将会成为村民心里唯一的英雄 这种十分偏执的想法让史蒂夫二人极其无语 他们试图向布安解释 但布安只认为这是他们在嫉妒自己 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先用武力控制住布安 可没想到埃利克斯一套攻击下来 根本就伤不到布安半分 史蒂夫和艾利克斯被困在了基岩监狱 看起来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Hurber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